全球第二大的半导体盛世2023国际半导体展 9月6号 9月8号即将盛大展开了 这次听说规模有史以来最大 所以台积电董事长刘宜德英将会在现场演讲 20多场的论坛 有外资有投信有很多的专业研究机构 接下来要破话的是 今年下半年半导体的行情 说到了行情 今天明翰告诉说过去的经验 有一些相关个股都有机会提前暖身 这一次哪些个股会慢慢的发酵 明翰请您上台来 好再讲展有什么亮点之前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股价 因为台积电的股价 前几天都在半年线这边侧侧侧侧侧 但都打了脚了 今天是收盘第一次灌破了半年线 回顾前几次 第一次回测半年线 今年的五月波段的低点 再往前今年的一月 几乎打到了半年线 都有一波这样子的行情 今天台积电灌破了半年线了 之后怎么看台积电 以及台积电队大反的影响 好我们先讲 这两次回测 其实跟这次 有一点架构非常相似 重点在哪里 就是认为说目前景气来讲 谷底到了 但是还没有回升 而且状况比原本时间要来得晚 所以这一段来讲也是当时期待忘记 然后后来发现时间往后拖 所以才会来到这里又再次回测 那只要应该这样讲 现在法人的共识 应该说第三季就是一个低点 就上次法术会的内容 那他是提到说第四季会好转 那后续当然下礼拜 这个NVIDIA的这个 如果他能够证实这样的状况 那我就会认为就会复制之前来到半年线整理之后 就有机会转强 回答的财报不要太差 顺便告诉大家在接下来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他就有机会复制了 是 没错 所以如果台积电想要再波段赚个价差 我期待有这样的涨幅嘛 等回答财报出来 还是下礼拜上半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目前的角度 其实外资还是非常保守 所以应该这样还有三个交易日 那我个人觉得这三个交易日 就看投资人了 其实我觉得未来几天的跌势 绝对不会中 他就是在半年线了 所以这个投资人来讲 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先去买一幅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 你最起码持股能够两周的 我觉得下礼拜 这前三天就应该布局 但是如果说我的平常持股 可能很难超过一个礼拜 那我就建议那你也不用埋伏了 你礼拜四之后直接跟着追 是比较快 OK 好 这是台积电 那接下来我们把视野看广一点了 2023年国际半导体展 对 这块来讲跟大家提到 每年9月这是一个盛事 刚才提到这是全球的第二大 那台湾当然是最大 那日期大家记得就是9月6号 那看起来好像距离 目前时间是有点远 但是因为这规模这次不一样 因为毕竟这个疫情过后了 那不像上一次甚至还拖到12月才展览 那这次不会有疫情的问题 所以理论上一定是扩大 他这个是28年来最大的一次 应该说每一次都持续在扩大当中 那这次比较特别 他就是各自在里面展场 就有八个国家观 那各自英国捷克 澳洲意大利日本 波兰新加坡 各自有一个国家区域 那另外呢 是这个所谓荷兰跟德国 他有一个所谓的欧洲矽谷 他们两个国家用欧洲矽谷专区 所以简单来讲 确实全球有关这个半导体的资金的这个重点 这个大咖都会来到这个台湾 在这个进驻 那他又讲了850件海内外的参战 3000个沾染摊位 那你可以进他的官网看一下 沾染摊位 其实他很早就告诉你 沾染摊位已经完全都没有 大概一两个月前 你还有办法 就是厂商还有办法去登记 现在3000个已经完全全满 所以理论上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间到一定会有所议题 我觉得是必然的 只是他的这个议题的一个角度 就分成10个很多 各式各样 包含材料 半导体化合物 还有车用 还有他讲 大家讲到永续智慧 可是我个人觉得 现在大家会比较直接 大家也不要讲那个太长线 比如说这种永续制造 当然会上市柜公司都有受到这种永续的压力 但是那是比较长线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这种所谓找到短线比较动能 那目前来讲短线有动能 理论上车用之外 最重要还是在先进制程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排序 他就把它排在最前端 所以希望在这一块来讲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部分来讲 还是在这次展览最大的一个焦点 好先进制程车用晶片 是这次很重要的焦点 虽然9月6号 其实现在距离9号 9月6号也只剩下三个礼拜的交易日 过往的经验 这种大展要展开之前 哪一些会先暖身 对这样讲 我们刚刚投资人一定会点到 9月6号跟现在有点久 先摆到旁边 但是这样讲 我自己算一下 如果剩下11个交易日就开展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往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加权指数 这个是前面展前的 其实上涨几率5、6、7还可以 尤其是重点可以看到前10日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那前10日我刚刚提到 从今天开始刚好剩11个交易日 其实就处在这个位置 那你等到你9月了时间快到了 慢慢的反而这个上涨的几率跟涨幅明显的缩小 所以其实最好的时间点就是现在 如果就大盘的一个角度 而且你会发现当这个开展之后 其实后面是没有表现的 所以等到你看到新闻 这么大展的这么重要 那我是不是要来买一点半导体 买完之后不涨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确实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角度最对 然后看起来大盘 你也许觉得这不怎么样 你再看一下电子指数 明显的强势 所以就告诉大家 这个这是真的是展览所造成的 就是展览进到电子 那电子带动大盘 因为毕竟是半导体战 半导体战对于我们的权重 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重点是在这里确实这样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再进到半导体 那又更明显了 对吧 可以看到70、90、80% 而且平均10天的涨幅快3个percent 那这个应该就不争的事实 一样的问题 后面是没表现的 所以要告诉大家 股市本来都是要有点这个想法 然后在这个视线就去卡位 不要等到每一次 媒体出来才要进场 其实是有点太晚 刚好 现在我刚刚讲 剩下11个交易 刚好在这个位置 目前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布局时间 OK 回到上一张 如果说在过去在开展之前 真的都有暖身行情 而这一次的议题有这些 然后明翰说先进制程 毕竟摆在第一页 还有最近好热 以及车用晶片 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找 会率先发酵的题材 可能有哪些 对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毕竟在整个半导体族群 其实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所谓台积电 回到刚刚提到 为什么会回撤半年线 重点就是在这个低点的地方 因为这个低点 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目前这个低点 就是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 刚好是在目前的第三季 2023第三季是低点 我告诉大家 这是最新的一个外资报告 其实他这个点不断的往后调 之前在认为在一到第一季 第二季就会见到低点 就现在目前来到第三季 才见到低点 这也是为什么会回撤 这个所谓的半年线的原因 那但是比较好的现象就是 如果确认这是谷底之后 后续第四季是往上走的 所以这样的格局来讲 在这一次这个展览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这个厂商都有发现 这样的讯号 那自然来 大家就更愿意下订单 更愿意花钱 其实因为毕竟来讲 如果你正在这种下坠的过程当中 你来看展 你可能兴趣就缺缺 那虽然说大家都认为说 现在半导体不太好 但是只要确认目前是谷底 后续要往上走 其实大家兴趣自然就会来 那这一块来讲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产能利用率 他能够好转还是重点 还是先进制程 因为包含今天媒体有提到 其实这成熟制程的一个部分来讲 现在还是有点功过于求 然后加上一功过于求 在入场的部分就撒价竞争 所以现在还在正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适应这个所谓降价的压力 我个人觉得还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最早就讲先进制程 那先进制程里面这个其中又 以这个先进封装的部分来讲 又更为重要 那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有点点双重效应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半导体展 那讲到的是两个礼拜之后 它会表现很好 可以想到你买的这些个股 下礼拜回答好 它也是涨 所以其实我们一讲到先进封装 其实也是包含在这个回答里面的 这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角度来看 等于说在这个第三季刚好是之前的一个 他台积电布局了很久之后 他先进封装 即将在这一季有出现爆发性的成长 那他给予的这个看法来讲 其实就是讲到重点就是NVIDIA跟AMD 尤其是之前都是NVIDIA下的单 AMD是从第四季开始才会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直到所谓的今年底 他合计的是这个是所谓的千片 所以等于是一个月有大概一万两千片 到明年底就会有呈现翻倍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复制这张图形 就是未来来讲 等于说从现在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先进封装的 整个动能会有很大的一个爆发 那我刚刚讲嘛 这个全球的这个厂商来 大家来也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一定会想办法在这边抢到了一点点上 所以讲来讲去你还是在兜回来AI 还是又兜回来NVIDIA 是是没错没错 OK好如果有这双重的题材加持的话 不管是AI也好 不管是半导地站也好 接下来谁可能春江水暖股价先动 对这块来讲 当然讲到AI大家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我会觉得尽量选择可能热度不是那么高 因为毕竟现在外资正在砍AI 那你如果买到那个外资正在砍相对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来讲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所谓的 目前先进封装 等于受惠比较直接 而且相对股价来讲 并不是压力那么大 而且应该说他们都是维持平走 市场热度不是那么高一段时间 那这块来讲 就是设备跟检测族群来讲 这个就是相对而言 我个人觉得法人认同度高 其实这些个股来讲 我觉得你很容易找到内外资的报告 但是市场热度并不是那么好 那法人都认同他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强 那我们先讲到这个设备族群 其实设备族群来讲 就是这个所谓的COAS部分来讲 就是拿到台积电的订单 因为几乎都在台积电 所以就是红硕 星云跟日商这三家要下去捐分他明年的订单 那如果就等于说我们研究员去跟公司拜访之后 大致上分配的角度来讲 这两家台厂分的大概是差不多 就是弱在四层 对 那等于日商来讲拿到两层左右 然后基台照这样的比例分 那有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整个营收贡献其实差不多这两家 可是红硕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股本相对下 股本一小之后 你贡献的EPS明显就高了 对不对 那整个他的这个占营收的比例相对也高 所以这样对比之下 如果说这个整体架构来讲 你会发现他的本益比也没有特别高 甚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 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吸引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股价 来看一下红硕的股价 我们就提到嘛 他之前有没有涨也有涨 我觉得相对来讲 买这种股票会不会比较容易睡得着觉 当然说你没办法跟广达委 创这么强势下去比 但是你买这种个股来讲 我刚刚提到 这个反认同 那下来会有人接 这个下档有人接 而且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先反而是先跌先止跌 近期已经开始转强 而且可以回到筹码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投信的部分来讲 最近也都有所说 对不对 有可能把它捞起来 当做账的标的 是你看一看到之前买多 他再拉回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害怕 他也没什么减码 最近他也是他在买多的 导致转强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个股来讲 我刚刚提到 也就住法讲 有没有可能做账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又有AI 他又有半导体展的这个利多 那股价近期来讲 也已经修正了 我觉得这个个股来讲就可以留意 了解了 OK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检测的部分来讲 他的特别也是一样 就是一般投资人很不了解 他检测又分成三个区块 一个是材料 一个故障分析 一个是可靠度的验证 但是比较重要 告诉大家毛利好的 其实在材料分析 所以要看毛利 是要看材料分析 因为材料分析的技术层次比较高 那当然对比来讲 他的变成是红康 因为他的比例相对比较高 这就是他的优势所在 可是他本益比较高 那对 没错 他的本益比较高 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 当然是因为最近呢 这个所谓检测族群 没有太好表现 不然就过往 其实这两党都有办法 到三十倍以上 所以当然也是因为之前股价 也有所修正 所以我个人觉得 由现在的角度来看 其实位置并不高 我们可以看到股价的走势 其实也是一样 他是震荡往上 很强 你这个我严格来讲 这是不是AI个股 是 但是他之前在市场 在飙涨的时候会想到 不会 但是你回头看 他其实已经 他也有反应AI的利多 涨到这个位阶 投信还在买 对 没错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买这种个股 是不是相对比较安全 再度重申 他有筹码利多 然后又有下礼拜的 这个挥达的题材 那即使挥达状况不太好 如果假设没涨 他马上又有这个半导体 展的加持 相对讲长线保护短线 我就觉得值得参考 太好了 谢谢明翰 请先回座了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似乎都来都去 还是在讲AI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正好告诉你 下个礼拜 汇达的财报出来之后 手中的AI股 怎么样来操作 但是明翰告诉你 同样有AI 但是他们还有国际半导体 展的一个题材 而且他们不像那个 我们说的伪创 或者是之前的广达 水里来火里去 这些有投信加持的 在买起来 是不是比较稳扎稳打 明翰的一个见解 总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8月下个礼拜 进入下半旬了 国际的利空不断 包括了恒大现在 美国申请破产了 包括了最近美国的 十年公债 现在殖利率 还在持续的往上飙涨 所以台股的修正 结束了吗 不止台股 亚洲股市最近都在修正 那一些黑犀牛 请小心 休息一下 钟老师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